老季 老季你不能进 老季 看看 什么意思 你们公司要垮了 没有别的员工了是吗 全使唤一箱的一个人干活 手机部送来了 这是延娜和高云整理了送过来的 批注也认真做了 没什么问题啊 怎么了 认真啊 是挺认真的啊 两个人都认真到一块儿去了 这 是小暖自己一个人做的啊 我就应该让小暖来我公司工作的 反正两栋楼之间离得这么紧 就算是他想查他 查你的岗 那也用不着非得在你公司工作吧 你就这么让别人欺负他 季总 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好像还轮不到你来管 你 苏臣 你行 你真行 这件事你要是不解决的话 咱俩之间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 随你 李遥 送客 用不着 好 下周三济世会派代表过来参加我们的度假村策划会 你们俩必须得抓紧啊 都给我重点 好 苏总 苏总 这份送去济世的文件是谁做的 做得很好 批注的也很详细 只是字迹都一样 所以是高云做的 还是颜娜做的 是娜姐做的 是我做的 不是 是小 真的是你做的吗 苏总 你满意就好 满意 我满意得很 今天纪总的找上门来质疑我们的诚意 你们说我满不满意 不是的 其实是像难解 哥 去财务部 你们两个人这个月的技巧扩光 延纳两份 散会 对不起表姐 我不知道苏总是这个意思 我满意 易相门 你过意的是不是 没有啊 我只是按照你们的要求 完成了本该属于你们完成的工作 不过我能力不足 恰好把你要交给 纪实过目的项目术给写错了 你 听着 你要是敢动手 我现在立刻叫法恩把你给拖出去 有时间在这里跟我吵闹 不如去求求人事部的主管 工作绩效被打两次C 你可是连带这个工作牌的资格都没有 易相暖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你们都不怕遭报应 我怕什么 既然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那难不成就让易相暖踩在我们头上吗 济世的策划案通过了吧 那过两天就要抵稿了吧 ,还可以吗 你还是我们重新 happens 我便是 大 feeling 好 以上就是我对于中心厅堂的改造计划 。 谢谢大家 怎么了 U盘里面没有任何文件啊 不可能 我明考U盘里了 怎么没有了 真有意思 偏偏到你这儿就出了岔子 也不知道是没找到呢 还是没有做呀 我画了 只是找不到了 易向暖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关键时刻 犯这种低级错误 对不起啊 是我的错 多大点事 我来你们公司是来看设计图的 不是来看你骂员工的 不好意思 纪总 让您看笑话呢 易向暖 不管你现在是没找到还是没有画 总之就是没有看到你的方案 明天之前 重新交上来 散会 怎么变来变去都是这些招啊 谁说的 我除了不能把苏晨和江静然变没有 啥都会 蠢牛 别难过了吧 你放心 你尽管放手去做 有哥在 哥照你 别闭嘴 我找到一只招 你要不要忍耐 你不招就他 你根本就贴了 没有在这个车里头 我不是在这车里头 要怎么在这上台里头 你不会再莫 чем 谢谢 谢谢啊 小暖啊 你干脆别在二C干了 你去我那干嘛 我给你五倍公子 您真慷慨啊 我没开玩笑 那如果你在这里过得憋屈 就来我公司 我们济世大门 永远为你打开 你知道我来二C的目的 苏晨这家伙先逼你嫁给他 今天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你 你难道不恨他吗 依我看啊 他非但不恨你 反而很爱你 小暖他虽然外表不弱 但是性格里比谁都倔 如果说他不爱你 就算你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会嫁给你的